这个杀戮之子正准备要施展出大树 一举斩杀方寒 扬名立万 但是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方寒一下斩杀 化为肉酱 可谓是凄惨无比 方寒速战速决 狠辣决断 所有的人看到这一幕 都心中更加寒冷 知道这风源 羽化门未来的长教 是真正的心狠手辣 羽化门的未来交付到他的手上 不知道是崛起还是灭亡 不在疯狂中爆发 就在疯狂之中灭亡 羽化门是在赌博 那羽皇也在赌博 此子的强大 不容置疑 这一次 在天庭远古的皇者之中 都纷纷承认了方寒的实力 到现在为止 方寒还没有施展出来八部浮屠 就纯粹是肉身的力量 而他的对手 都是圣人级别的强者 天庭神域 杀戮之子 毫无疑问 孟少白已经飞升了 成为杀戮之子的一员 不过我却并没有看到他 这是怎么回事 方寒一掌 拍死这个杀戮之子 炼制成福 并没有太多的欣喜 而是心中在不停地推算着老朋友 孟少白的下落 孟少白在世俗之中 都是有天赋的强者 进入了天界这等资源丰富的地狱 更得到天君培养 肯定会突飞猛进 超越大多数的天才 而且孟少白此人 阴险毒辣 心性决断 杀戮为一 没有几个人能够比上 成就肯定非同一般 杀了此人 也算是了却一个心思 推算了半天 并没有推算出什么端倪来 方寒把这次战胜的奖励抓在手上 再次回到了宇化门的王座之间 看着另外的弟子争斗 这是第三轮的战斗 已经是高手迭出 宇化门的弟子 有一些遇到了天庭神域执法弟子 有的遇到了欧阳 独孤 皇甫 穆野这些强横世家的高手 方寒的眼神冷冷看着 不一会儿 战斗再次奋出了胜负 依旧是宇化门的弟子胜利 不过是惨胜 有的弟子 虽然斩杀了敌人 但是自己三魂七魄 都被打得只剩下一丝 成为了白痴 好在方寒的能力强横 小宿命术天下无双 竟然可以重新凝聚神魂 再次运用补天金物 让一个平临垂死的圣子 恢复所有生命力 这看得许多皇者 都是嘖嘖赞叹 心中越发的疑惑 这次你们惨胜 得到了许多锻炼 不过下面的战斗 越来越厉害 一切都以保存元气为主 我会在出战之前 替你们占卜 看看你们的胜算有几成 若是没有胜算 就直接弃拳 知道吗 方寒突然喝道 是 众人齐齐回答 须目云也脸色不好看 他刚才遇到了一个 天庭神域执法弟子 虽然是半生的修为 但却爆发力惊人 就算他施展出了圣人符 也被打得只剩下半条命了 要不是方寒及时地救他 他很可能已经伤势发作 直接陨落 不过现在恢复了过来 在生死之中 他也领悟到了 普通高手无法领悟到的玄机 避意很大 在以后的修行之中 只要不死 晋升到皇者 都不是不可能 不过方寒觉得 这样下去太危险 现在羽化门的人才凋零 死一个都是莫大的损失 好在他的推算之数强大 决定每一个弟子 在出战之间 都推算下旦夕或服 如果有胜利的把握 就前去 方寒现在的推算 不是简简单单的占卜 而是把弟子和对手的实力 在周天怡中先演绎出来 种种变化 了然于凶 当 终声一响 全场寂静 第三轮的战斗已经结束 此时天地斗场之中 已经朦胧了一层厚厚的血色雾气 无数天才弟子 命丧其中 从而铸就了另外一些天才的辉煌 这就好像是羊骨 无数剧毒之物 在其中厮杀吞噬 从而造就出来无敌的蛊虫 天庭要得就是这样的效果 只要其中出一个 有天君之姿的存在 就算是另外天才全部陨落 也算不了什么 天界太大了 今年所有的天才死光 明年又会诞生出更多的天才来 全场寂静 一些战胜的弟子 耀武扬威 有的加紧恢复伤势 清点战利品和赏赐 而门派陨落了天才的人物 而是嚎啕大哭 神色沮丧 在天地斗场之中的战斗 非常残酷 死亡的一方 所有法宝都会归对方所有 而同归于尽的双方 则是法宝遗物 会由天庭暂时收押 等过后门派去领取 方寒两次战斗 杀了两大强横人物 得到了不少赏赐 炼化两尊圣人级别的高手 不过这对于自己都用不上 而是吸收了两大高手的记忆之后 仍旧把一些法宝 扶赏赐给天才弟子 这导致手下的弟子 越来越强横 动 动 动 战鼓之声 又响彻起来 第四轮开始了 羽化门一些战胜的 圣子高手的王座上 对战敌人的信息 再次响彻了起来 这些弟子就要出去 方寒连忙制止住他们 慢着 说话之间 方寒双手一捏 顿时无数信息纷纷汇聚 这些弟子敌人的各种气息 全部都在推演 和弟子战斗的场面 在他的周天仪中显现出来 八步浮屠的天命球 也有推算的功能 现在晋升到达王品 竟然也被方寒推动 他自身的晶体神国 更是把推算到达了极致 许乐 陈兴 于华龙 胡小兴 你们四人的敌人 非常强大 你们只有三成机会去 但是我已经掌握到了 他们的弱点 把即将要对战的种种情况 打入你们的脑海 你们就可以 把机会提升到六成 拼命搏杀 对于你们大有必义 打了出去 立刻四人的脑海之中 就显现出来了 即将对战的一幕 自己身临其境 好像已经和对手 厮杀在一起了 方寒居然把未来 都推算了出来 让他们提前知道 这 这风元师兄 实在是惊天地 气鬼神 望我以前还想和他战斗 现在和他的距离 简直是不能够超越 陈兴的脑海之中 闪烁出了自己 未来对战的种种情况 心中对于方寒的佩服 是五体投地 他此时此刻 是彻彻底底的口服心服 在未来的推算之中 他会被对手重伤斩杀 但是现在知道了 未来的种种变化 以他的智慧 立刻就做出了 种种调整 运转法力 心灵得到了一种质的升华 等于是重生再来 Soul 他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与化门的每一个弟子 都得到了方寒推算的未来 相当于人生 再次来过了一次 刹那之间 在这种极限的推算中 方寒有一些 明白了大轮回术的奥妙 一直沉淀在 三十三天至宝中的 轮回之盘 再次绽放出了光彩 强烈的轮回之力 一遍又一遍地 冲刷着身体的晶体神国 使得他的推算能力 增强了数倍 未来的道路 清晰无比 那轮回之盘 自从他晋升金仙之后 就好像失去了作用 威力变得小了 所以 方寒一直没有用 但是现在 居然再次爆发出光芒来 使得方寒知道了 轮回之盘的潜力无限 毕竟是轮回道人 铸造的无上法宝 轮回道人 是鸿蒙道人的师弟 虽然没有修炼 到达绝世先王的境界 但却是天军之中的巅峰 甚至超越了灾难 永恒 这些强者 他锻造的轮回之盘 绝对不会只有一点点的玄妙 现在 方寒推算未来 突然领悟到了重生之真谛 推算未来 就等于是人生 有了无数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这才是真正轮回之真谛 本来 这次羽化门弟子 有许多都要被斩杀 但是方寒把未来 被斩杀的经历再现了 使得他们再次浴火重生 必定会比上一世过得更好 他隐隐约约 抓到了轮回之奥妙 刹那之间 推算能力大增 方寒感觉到 自己举手投足之间 都似乎要破空 进入一个异度空间中去 力量大的惊人 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突破 到达着先皇者的境界了 哇 那轮回之盘 在他大轮回数领悟透彻 暴涨之间 突然自动分解 化为了无数的符文 横河沙一般 进入了自身的晶体神国之中 他自身有多少晶体神国 那轮回之盘所化的符文 就有多少个 每一枚符文 和晶体神国紧密结合 他的自身的推算能力 就大了一分 轮回之道 就是推演之道 轮回之奥秘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重生 人生没有后悔 但是把轮回参悟到达极致 就有后悔之权利 年轻人 你终于踏到了这一地步 我选择的黄泉大帝 失败了 但是黄泉大帝选择的你 却成功了 轮回之盘 是我的毕生精华心血铸造 没有强横的力量 但却有后悔的权利 突然之间 方寒的内心深处 响彻起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轮回到人 方寒一惊 但是随后就平复了 不错是我 我已经陨落了 再把毕生法力传授给黄泉大帝的刹那 就已经陨落 当年我身受重伤 被神族的始祖圣王斩重 游进登窟 拖了很久 才寻找到黄泉大帝 于是把法力转嫁 可惜他也陨落 现在你继承了我的一波 这轮回之盘 融入了你的身体 具体的奥秘 你自己去体会吧 希望你能够晋升到达天君 声音渐渐消失 第1321章 道横猛增 方寒想不到 自己在这个时候 领悟通了轮回之盘的最终奥妙 这轮回之盘一下炼化 融入自己的身体 力量虽然没有增强多少 但是推算能力大大增加 而且 自身晶体神国之中 有了一股生死轮回 重生再来的无上玄妙 未来的条条道路 种种变化 更加清晰 未来的路 横河杀树一般的多 一个人在下一刻 有可能发生多种变化 看得到未来的路越多 一个人的修为就越高 境界也就越深 一般的皇者 算自己未来的种种变化 也不过是数千条 数千种未来 在三千上下沉浮 只有天君 修为到达了天君境界 才能够清晰地看清楚 自己数万 十万 百万种的未来变化种种 而到达先王的境界 则可以把未来 横河杀树一般的道路 都条条分明 洞察清晰 还开辟自己的道路 而方寒现在 随意一动 就感觉到自己未来的道路 居然也有上万条 比天地同寿的皇者 都看得更远 已经无限地接近了天君 这就是轮回之盘 带来的能力 一个修士 能够推算到未来的变化 在古老的道书之中记载 叫做道横 而法力 神通 法宝 则叫做道术 参悟境界 提升修为 冥冥之中参悟 主要是靠道横 比如 从圣仙修炼 到达至先皇者 等法力积蓄圆满之后 要想突破 就要道横的提升 道横对于一个人 就等于是智慧一般的重要 不光光是推算未来 而且得到了一门残缺的神通 道横高深之辈 甚至可以把残缺的秘点 就直接推算完整 现在 一瞬间的境界提升 方寒的道横 几乎是接近了天君 这非常之恐怖 他感觉到 自己只要得到了足够的力量补充 有强大的圣阶灵脉 最好是天脉的支持 就可以立刻突破 到达皇者至先的境界 他现在的力量 积蓄非常深厚 突破起来 也无比的困难 需要不知道多少元气 起码身上的元气绝对不够 只要能够让他进入天脉之中修炼 就算是在短时间之内 修炼到达天地同寿的境界 也不稀奇 大师兄 我去了 羽化门的弟子 得到了方寒的推算 立刻各个胸有成竹 纷纷击射了过去 进入天地斗场之中 方寒这次出乎意料的 并没有轮到 似乎是天庭故意安排的 让他轮空一场 不过这也很好 让他体悟一下 刚才融化轮回之盘的境界 使得道横更加圆满 与此同时 他暗暗用小宿命术 唤醒了天禅佛皇 两人瞬息之间交流着 天禅佛皇 你用佛力探查一下 我现在的身体 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 刚才我激发了轮回之盘的力量 得到了轮回道人的传承 什么 轮回道人 此人乃是太古年间的无上高手 度过了十多个混沌纪元 超越一般的天君 连多宝天君都不是对手 只有先王 能够稳稳当当地克制他 我看一看 天禅佛皇的佛力 在方寒身体之中流转着 强 太强了 那轮回之盘 不是实体 而是轮回道人的一部分道横所化 使得你拥有了 无与伦比的推算能力 领悟能力 这道横 是提升境界的根本 也是一个人的智慧之根本 你现在 就好像是科技文明之中的光脑 拥有一个刹那 推算亿万兆次的能力 科技文明的光脑 方寒一愣 这又是什么法宝 它对于在很多纪元之前 横行的科技文明一点都不懂 现在也寻找不到了 这类文明遗留下来的残骸 所以 纪元之书中 无法凝聚成这个神秘的文明 不错 科技文明用来推算的工具 叫做光脑 功能和你的天命球 周天一箱差不多 传闻在很多纪元之前 科技文明制造了一台 叫做未来之主的光脑 能够在刹那之间 推算整个大千世界 随为微尘数目的法则 未来的道路 堪比先王 可惜 后来在天地大泼灭云落了 什么 刹那之间 推算大千世界 随为微尘数目的法则 方寒彻底震惊了 那不是造化神器一个级别的存在 人能够制造得出来 科技之文明 无法想象 和修道的文明截然不同 可惜再也无法复原了 先不说这么多 天禅佛皇道 这轮回道人 给你留下了一笔难以想象的财富 这一部分的道横 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消化 等你修炼道达 和我这样天地同寿的境界之后 就可以彻底地激发着道横的力量 参悟天君之境界 更加容易 说话之间 他嘖嘖赞叹 你真是大气韵的拥有者 一般人修炼天君 根本不可能 就算是鬼舞圣君 还有我 还有那个西皇 都在天君之道上苦苦挣扎 没有希望成功 但是你现在的希望 比我们要大多了 天君之道 方寒心灵一动 我迟早会成功 这次天庭宝库深处 有星球大小的一块造化神器残片 我若是得到了 再加上这修行之道 会突飞猛进 超越西皇 那个时候 无限接近天君 就有希望了 就在这时 突然他耳边传达来了惊讶之声 羽化门的高手又战胜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羽化门的弟子 各个好像未卜仙之似的 居然各个出手把对方压制 立于不败之地 许许多多的人都看见了 在这一轮的鄙视之中 羽化门的弟子大发神威 对手节节败退 本来羽化门因为太过嚣张 很多门派都盯上了 暗中吩咐弟子下手 要往死里打 但是现在 这一轮的鄙视才刚刚开始 羽化门的弟子 就接二连三地胜利 似乎事先就知道了 敌人的种种杀手锏 用出了各种克制的法门 这样的情况 不但是各大门派的皇者 就算是天庭一些远古的皇者 也都焦头接而起来 议论纷纷 西皇 你看 这一切都可以肯定 是那风源的指点 西皇沉默了一会儿才到 此子的推算能力 已经到达了不可测量的境界 刹那之间 推算出了羽化门 所有弟子对手的情况 然后演化出未来 让羽化门的弟子知道 等于是重生再来一次 而且 他还帮助这些弟子 推算出了种种克制对手的方法 已若胜强 所以在战斗之中 羽化门的弟子 各个料敌先机 所向无敌 不错 这就等于是下棋一般 你事先知道了 对手每一步要下什么 找出克制的法门来 任何人都不会是你对手 一个从来不说话的皇者开口了 这个皇者一开口 所有的人都朝他看了过去 发现也是一位古老的皇者 和虚皇 弃皇其名 叫做卦皇 修炼八卦之道 算计深刻 参悟天地宇宙之运转傲义 什么 这风源不过是一个圣人 推算之道 居然如此的强横 一个皇者道 这一点 卦皇你都恐怕 不错 我能够把自身的安危 未来的种种变化 都推算出来数千条 但是为每一个人这么推算 同时来想出种种破解的对策 我就无法做到了 卦皇沉稳地道 那这样的人 岂不是无敌了 此子真是不一般 不过 还得要看接下来的变化 在这次天才战中 和风源一样的高手天才也有一些 他们的碰撞 一定非常之精彩 咱们拭目以待吧 看看谁能够得到 王品仙器辉煌之刃 和圣品仙丹 许多皇者对于接下来的战斗 都十分渴望 这次天才战 给了他们太多的惊喜 可恶 皇甫世家 五霸皇甫妃重重一掌 拍在了王座上 因为他看见上一刻 一个皇甫世家的天才人物 皇甫性被虚木云一掌拍死 这皇甫性修炼 到达了半生的境界 真正的实力 得到了秘传 堪比圣人 更有一种鬼秘的神通 可以斩杀羽化门之中 除了风源以下的任何人 但是遇到虚木云 却好像知道他的手段 在一开始就居然发动猛攻 连那杀手锏都没有施展出来 就落入下风 最后在施展杀手锏的一刻 出现了破绽 被虚木云抓住机会 竟然施展出了一种罕见的神通 一击必杀 菲儿 别动气 接下来 你很有可能遇到风源 就是我们真正报仇血恨的一刻 进入天地斗场 双方不奋出胜负 是绝对不能够逃离了 而且 天地斗场时空封闭 正适合老祖福 和你的物须顶 发挥威力 皇甫国对羽化门仇恨地看着 告诫皇甫妃 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刚才我一阵参悟 又领悟了不少东西 击杀风源 更有把握 皇甫飞道 等这次天庭天才战之后 我们皇甫世家 一定要灭了羽化门 不错 我刚才暗中得到了家主皇甫大道的传信 说家族已经暗中布置高手 要等天才战过后 灭杀羽化门了 不过 必须要风源死亡 因为风源背后有天君 他一死 那天君的棋子 没有了 也就不会出手 我们明正言顺 灭了羽化门不在话下 而且 现在天庭的天才战 各凭本事 就算是天君 也不能够插手 第1322章 十招神拳 皇甫国对于羽化门 尤其是方寒 简直是恨之入骨 但却一点都奈何不得 不过他知道 方寒的背后有天君守护 现在杀他是 唯一的机会 在天庭天才战之中 就算是天君 也不能够插手 不但是他 许许多多门派的高手 也是同一想法 要诛灭方寒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甚至 有一些隐秘的皇者 开始施展灌顶 把自身的法力 灌注进入一些 天才弟子的身体之中 企图提升实力 把方寒击杀当场 夺取到冠军 一些神秘的杀戮之子 混沌之子 神域执法弟子 永恒天君 收罗的天才弟子 也都不例外 想尽一切办法 要屠杀方寒 因为所有的人都看出来了 这方寒绝对有夺冠之姿 好多的杀鸡纷纷而来 可惜啊 可惜 今天这次 这些人都失望啊 我现在推算之道 到达一种巅峰 随意一动 就知道 你们心中在想些什么 你们到底 想要用什么东西杀我 我了敌仙机 秋风未洞缠仙卷 你们能够奈何得了我 不过是我的垫脚石罢了 方寒闭上眼睛 运转未来 就发现了许许多多的杀鸡 自虚空而来 这些杀鸡 它甚至可以分辨出 来自哪一个人 那一个人的面目是什么 神通修为如何 甚至是对方的心理活动 有什么杀手锏 都几乎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就算是皇者 除非是天地同寿的境界 否则没有一点秘密可言 在他的面前 简直是透明人 这风源 就让他嚣张 却不知道 我暗中得到了一枚 上一个纪元中毁灭之气 炼制成的灭尸神雷 到时候打入他的身体 使得他暴涨 成绩就可以取他性命 这是来自于一个 修炼到达了圣人境界的 天庭神域执法弟子的心声 八步浮屠 却也没有什么 我正好有克制龙族的宝贝 盾龙庄 乃是上古巫族炼制的神器 专门擒拿龙族的 我看你有什么宝贝 来克制 这次是我谢巫山 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 世人都不知道我谢巫山 但是这一次 就一举成名天下之 这是一位永恒天君 收罗的天才心声 许许多多企图谋害方寒的心声 都被一一推算了出来 归于一生 方寒此时此刻 就好像是传闻之中的 亘古大道 众生之念头 只要一起 他就得知 众生又响彻起来 第四轮天才战结束了 羽化门的弟子 全部都回来 一些受伤的弟子 也纷纷被方寒治愈 这些弟子斩杀了对手 得到对方的全部法宝 丹药 还得到了天庭的奖励 收获颇丰 尤其是须木云 居然得到了一张 天地同寿强者炼制的符 是对手还没有来得及 施展的杀手锏 皇甫世家的弟子皇甫杏 而且 须木云用万物化龙爵 炼化了皇甫杏所有的神通 修为法宝 天庭的奖励 也越来越丰厚 居然出现了王阶灵脉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恐怕羽化门的实力 会真正突飞猛进 不过方寒知道 接下来的战斗会 越来越严酷 羽化门的弟子 基本上上战场的机会不多了 因为经过了几轮战斗 没有死亡的 全部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不过夺冠 是方寒指定的事情 天才之王 舍我其谁 第四轮战斗结束之后 大约休息了两三个时辰 各大门派的弟子抓紧疗伤 有的在灌顶 有的在领悟 有的竟然当场突破境界 在太阳隐藏进入空间之前 夕阳的辉煌照耀着天庭 战鼓又响彻了起来 残阳如血 空气中都淡淡地 弥漫着了一股血腥的味道 所有门派的王座上 光芒再次闪烁起来 许多高手都得到了 对战对手的信息 方寒赵立卫 羽化门的诸多圣子 推算了一番 有把握战胜的 就出阵 没有把握的 就弃权 保存活种 他的推算能力 增强了无数倍 这次的推算 几乎是和大道一同运转 令得所有的弟子都佩服万分 心中再次产生名物 有一些迟迟不能够突破境界的弟子 也再次突破了 尤其是孙诗化 居然引发了圣洁 在临场之中 晋升到达了圣仙的境界 成为真正的圣人 方寒自然是辅助他 把圣洁扼杀在无形之中 淬炼形体 修炼肉身 就在这临阵磨枪的关键时候 方寒的王座上 也闪烁出了光环 扶宁剧成了 下一个要交手的对象 皇甫世家 五霸皇甫妃 方寒心中一动 脸上显现出淡淡的笑容 走了出去 直接进入天地斗场之中 光芒一闪 在他的面前 出现了五霸皇甫妃的形体 皇甫兄 好久不见 方寒淡淡地道 风月 皇甫妃把目光直接刺杀过来 我号称五霸 自从出生以来 就有着非凡的武道天才 在天仙的时候 就可以搏杀玄仙 而晋升到达了玄仙夜位之后 更可以灭杀金仙 一路晋升 到达现在 可谓是所向无敌 无人能够和我媲美 但是你的出现 终结了我的不败之神话 在我的心里 留下了阴影 所以 你必须死亡 成为我的踏脚石 我才能够在晋升 无上天君的道路上 更进一步 所以 你必死 风月 五霸皇甫妃前进了一步 头上突然冲出了一道 雾虚之气 在那气息之中 出现了一尊大顶 这大顶缓缓旋转 王者气息一触即发 王品仙气 雾虚顶 方寒睁开眼睛看了看 五霸皇甫妃 你应该知道你和我的差距 这雾虚顶 虽然是远古的王品仙气 但和我的八部浮屠 还相差不守 你这样自信满满 还有什么手段 就施展出来吧 哼 我已经修炼到达了圣人的境界 拥有王品仙气 足可以和你争锋 你说 我这雾虚顶不如你的八部浮屠 那你就让我看看 那八部浮屠到底有多么厉害 记出来吧 皇甫妃的脸色一如平静 沉浸入了一种特殊的五道境界之中 诸心归一只境界 方寒神色一动 这是一种传说之中 极其高明的五道境界 动手吧 记出你的法宝来 就凭你本身的实力 不是我的对手 皇甫妃静静地道 似乎在等待方寒先出手 皇甫妃 你的身上 有一种能够克制 我八部浮屠的东西吧 方寒并没有出手 而是静静地道 所以 想让我寄出八部浮屠 好收取它 如果我 没有猜测错误的话 你身上的那件东西 是一张符 肯定是你们皇甫世家的老祖宗 皇甫彼岸炼制的 他是相当于无上天君的人物 炼制了这一张符 是想收取我的八部浮屠回去研究 他本身是法宝之体 对于八部浮屠这种东西 极其的敏感 自然想研究一番 可惜啊 隐瞒不过我 什么 五霸皇甫妃静静地听着方寒的话 突然之间 他的眼神之中 闪烁出一丝慌乱 他万万没有料到 方寒居然对这个事情 都了如指掌 没有人能够隐瞒得过我 方寒双眼之中 神光大圣 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令得四周的时间流逝 都缓慢起来 他的目光看到了 皇甫妃身体最深处 一道毫不起眼的符 静静地躺着 这是他刚刚道横大进 而产生的推算能力 感觉到了皇甫妃身上 对于自己致命的威胁 杀 皇甫妃没有料到 方寒居然识破了他的阴谋 在他的算计之中 是和方寒争斗之中 使得无暇顾及 然后一举把符打入八部浮图中 夺取掉方寒的法宝 为自己所用 把对方斩杀 但是现在 阴谋一被识破 他大惊失色之下 飞了起来 双手打出猛烈的攻击 竟然要提前施展出计划 迟了 轰隆 方寒的身躯 魔神一般地生腾起来 左手一拳 打出了中庸神拳中的五大杀招 千夫所指 一臭万年人神共愤 庆竹难书 天诛地面 而他的右手 再是突然一变 同样打出了五招 浩然之气长存 流芳百世的神拳 一正一反 正是完整的十招中庸神拳 如到文明之中的最高绝学之一 可以和造化神拳 起源神拳媲美的绝世武学 五霸皇甫妃 你的中庸神拳 凡武士 也就修炼得一灵半爪 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真正的一套中庸神拳 是什么样子的 你好称五霸 对武道的领悟 可以通天彻地 但是我现在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幼稚 这正武士神拳 是我刚刚推算出来的 你死在这拳下 可算是了却一桩心愿 方寒的身躯 摇身一变 化为了一尊万古如王 掌握大义 名分 正道 人得 双拳十招 轰杀而出 流芳百事万事 太平盛世华张忍者 无敌 勇者无惧 方寒的声音 一声一声的长笑 十招中庸神拳 打出了真正如道之文明的风采 正反武士 都被他推算了出来 他早就想推算出 中庸神拳的另外五招 一直都是在萌芽之中 但是突然得到了 轮回道人的一部分道横传承 推算之力千百倍增长 瞬息之间 居然把另外五招 全部都推算了出来 第1323章 打死皇甫妃 中庸神拳 一正一反 五招相对 一臭万年对流芳百事 庆竹南书对盛世华张 单个五招施展出来 还没有什么 威力一般大 但是十招一起施展 那就真正的惊天动地 勾动天地正气 浩然大纲 无人能敌 方寒是得到过 儒门天君的 大一经 传承的 宁练出儒道之文明 可谓是儒家的传承 得到了轮回道人的 一部分道横之后 首先就把这一套神拳 推算了出来 那儒道之文明史 一篇文章 字字朱击 虚空之中 无数武道意念纷纷而来 那五拔皇甫妃的任何武道 在这面前 简直是黯然失色 以武道为尊 武道自傲的皇甫妃 此时才感觉 自己引以为自豪的拳法 武功 在方寒的面前 好像一个 还没有学会走路的小孩子 杀 他头上的雾须顶 爆发出了璀璨光芒 道道雾须真气冲刷而起 打在了方寒的拳风之上 竟然要把全境都给刷爆 随后他的整个人冲天而起 人顶合一 全身化为了一尊金身 四头八臂 摇晃之间打出了绝学 彼岸神拳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大天无极 太出原始 步步超脱 立正彼岸 皇甫妃怒吼 催动全身所有的真气法力 再拼命了 他要力压方寒 然后逼迫对方 施展出八步浮屠 最后运用皇甫彼岸老祖的符 一举定顶 扳回烈士 砰砰砰 砰砰 他此时已经修炼 到达了圣人的境界 再加上古老的王品仙器 物须顶人宝合一的威力 足足彼得上一尊皇者 打出彼岸全身 更是有鬼神莫测之机 风云 我就不相信 今天斩不了你 一拳在手 鬼神俯首 我屁逆天下 无人能力 不败之神话 今天斩杀你最终圆满 皇甫妃真气爆炸 居然把虚空撕裂 引发来了天结一般的云彩 蕴含无匹之神力 撕裂太古 贯穿古今 没有用的 废物就是废物 死吧 面对皇甫妃的爆发 方寒双眼冷静 瞳孔之中只有运转 演算 推理 天道在她的双眼之中 急速地变幻 八卦在她的手掌上 在罗列 一切种种珠般变化 在她的身上流动 中庸神拳 突然会合在一起 化为了一座儒门宫殿 巨大书院 居然和天庭都丝毫不逊色 一阵而下 破掉皇甫妃的一切招式 生生打在了对方的金身之上 催枯拉朽 噼里啪啦 皇甫妃的金身裂开 流淌出了金色的血液 废物 我就算不动用法宝 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勿须顶 这种主人 没有什么好跟随的 就跟随我吧 我早就已经领悟 天地一体的境界 你跟了我 我传设你无上大神通 演化你的未来之道路 方寒打破皇甫妃的金身 大手一抓 嗡的一声 一座大顶缓缓旋转 竟然被方寒的至尊万宝 大圣真刚引动 从皇甫妃金身之中 飞了出来 妄想降服我 我是雾虚顶 亿万年来第一顶 那雾虚顶有身后的气灵 法力堪比皇者 竭力抗拒 在大顶的身体上 金石鸣文响彻起来 组成音波 击杀方寒 给脸不要脸 天结统兵法 方寒左手一变 在运用万宝真刚的同时 居然打出了天庭神域 执法弟子的最高克制法宝的绝学 也是雷帝天君 亲自创造出来的无上神道 天结统兵法 这一打出来 立刻天结之气勃然而发 道道雷霆缠绕四周 雾虚顶的气灵 居然自身都发出了节云 一道道天结雷霆 披杀在他的身上 发出了惨烈的气息 方寒杀死天庭神域弟子 把全身神通经学法则 都炼制成了一张符 自然而然地 就学会了天结统兵法 这种至高无上的绝学 而且 这门绝学到达他的手中 比在那神域执法弟子的手中 不知道厉害了多少 推算完整 对于法宝 有极其强大的克制能力 雾虚顶 乃是雾虚真气 融合天地神铁 锻造千万岁月 凝炼皇者 海骨精华而成 可惜仍旧不能够抗拒我 给我收 一手运用万宝真刚 一手运用天结统兵法 方寒在瞬息之间 居然把雾虚顶这件王品仙器 擒拿到了自己的手上 缩小 抓住了雾虚顶 方寒一声大吼 音波和强烈的意念 直接刺入了雾虚顶中 开始镇压炼化气灵 那么就同归于尽吧 皇甫妃咬牙切齿 全身一震 突然一道符飞了出来 朝着方寒击射 这道符一出世 立刻之间 天位之变色 风云位之寒碑 天君意念震荡当场 一道几乎是不能抵挡的意念 扫射向方寒 方寒面色平静 突然把手掌一扬 那雾虚顶朝着符队撞了过去 不 符打入了雾虚顶之中 立刻这顶报 发出了道道不可思议的诡秘气息 完全失去了方寒的掌控 重新飞到了皇甫妃的身体上 皇甫妃再次人顶合一 那幅的气息化为了一道道的浮光 在身体上旋转不休 使得她的力量节节攀升 几乎是无限接近了皇者 相当于上千名圣人的结合体 方寒看到力量暴涨的皇甫妃 脸上显现出了一丝笑意 似乎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皇甫妃 你失去了那道符 对我也就失去了最后的威胁 现在 我就得让你见识一下 八部浮沪的真正力量了 出来吧 一万龙鹰从方寒背后升腾而起 八部浮沪飞了出来 方寒身上的力量也开始攀升 一步踏出 方寒的全境龙化 到达了天地接龙的秘境 一拳轰击而出 龙界降临天地斗场 甚至斗场之中的金碧系 都开始有一种龙化的趋势 那皇甫妃全身一震 居然诞生了密密麻麻的龙灵 在方寒一拳之下 她开始被龙化 不 皇甫妃的力量虽然提升 超越了普通的皇者 但是面对方寒 仍旧有一种根本不能够抗衡的压迫力 一拳之间 她就被震飞 而且一股龙力渗透进入她的身体 使得她的外形 变化成为了半人半龙的模样 彼岸真气 驱除龙力 她催动最后的力量 但是方寒再次一拳 把她打飞 身体都被打得直接裂开了 轰隆 方寒的人携带着滚滚天威降临 一脚就踩塌在了她的头顶上 把她的头颅猛地踏扁了 那务须顶再次从身体之中被挤压出来 皇甫彼岸想要暗算我 一位圣品仙器的老祖宗 居然这样阴险地暗算我这个小辈 简直是丢尽了一切脸面 也好 你要暗算我 那也就怪不得我杀你弟子 皇甫妃今天是必死无疑 方寒大手一抓 把物虚顶 还有那道福的灵器给收取 她肆无忌惮 反正这是天庭的天才战 在战斗之中 就算是天军也不能够干涉 更不能够把力量渗透进来 否则就是破坏天庭的规矩 挑战天庭的威严 非二 皇甫世家的所有高手 看见这一幕 眼眶都要裂开 流淌出鲜血来 一尊皇甫世家的绝世天才 居然就要 在他们眼前眼睁睁地陨落 这是不能够承受之痛苦 尤其是国皇皇甫国 更是七窍生烟 三尸神暴跳 可惜的 这斗场中 否则早就和一帮人去围杀方寒 拼命也要把皇甫妃救下来了 风云 你杀不了我 皇甫妃居然再次焕发出生机来 从地面一跃而起 他被一股不知名的意志催动 居然头上出现了种种节云 引发了皇者至先的大劫 他居然在这一刻 领悟到了道理 要晋升到达皇者至先的境界 和方寒抗衡 哼 方寒冷笑一声 皇甫彼岸真是不顾弟子死活 一道符 就可以把他催生 到达至先皇者的境界吗 哪里有这么容易 方寒早就推算了出来 那道符是至宝 等于是皇甫彼岸大到精华所浓缩 可以快速地提升境界修为 不过这样速发 有很严重的后果 而且方寒根本就不在乎 自由之意 我现在就炼化了皇甫飞 为你提供皇者之精血法则 方寒再次一步踏出 身上的力量 呈现出了天地滚滚大势的压迫力 正在晋升的皇甫飞 全身一震 身上的结云寸寸爆炸 方寒一拳打出 砰的一声 那拳头把皇甫飞的身躯 打成了两截 蹂躏 完全是赤裸裸的蹂躏 无论皇甫飞怎么挣扎 都根本不是方寒的对手 甚至务须顶在挣扎之间 被方寒一拳就震开了 不要伤我主人 务须顶不死不休 再次爆发 里面务须真气 凝聚成了一颗颗的务须神雷 爆炸震荡 对着方寒进行冲击 同时那顶足足膨胀到了山一般大小 对着方寒进行镇压 想死 我就成全你 方寒目光一寒 一掌劈了过去 掌镜凝聚 居然打出了起源神拳最为灵力的一招 无尽起源 神拳当空 当的一声 全场所有的人耳朵都是一阵 众人就看见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那王品仙气 务须顶一声惨叫 被打扁了 成为一块铁饼式的东西 掉落地面 在连连颤抖 第1324章 天军转世 王品仙气 居然在方寒手上 还不过一招 一招打扁 掉落在地上 务须顶的气铃在呻吟 在痛苦地挣扎 彻彻底底地知道了方寒的威严 不敢再有任何的反抗动作 此时此刻 所有的人都震惊地呆滞住了 一见王品仙气 那可是远古物虚顶 就好像面团一般 在方寒的手中 催枯拉朽地破灭 那方寒到底有多强 完了 武霸皇甫妃 彻彻底底地完蛋了 一位天庭古老的皇者叹息道 可惜了 皇甫妃也是一尊绝世天才 对于武道的领悟 一些皇者都比不上他 却陨落在此 没有人可以救他 皇甫世家损失了一个精英 皇甫世家 历来都不怎么尊重天庭 依照他们老祖宗皇甫彼岸的力量 令得我们天庭的监察使者 还有执法弟子 都不能够进入其中 现在给他们一个教训 也还不错 只怕是那风源崛起之后 比起神州净土皇甫世家来 更是一个大麻烦 不错 羽化门的确是有一些狼子野心了 一些皇者议论纷纷 在探讨天庭未来的发展趋势 现在就内斗什么 眼下蛮族 一届大军虎视眈眈 神族也已经进入了天界 随时都准备挑战我们天庭的威严 许多远古密藏相继出世 现在是群雄并起的时代 西皇缓慢地道 就算这风源崛起 也是会先对抗蛮族 一届高手 神族大军 让羽化门顶在前面 我们天庭的压力就小了很多 西皇说的是 现在羽化门的羽皇 杀戮的厉害啊 蛮族的许多高手 都死在了他的手中 他手持图腾之冠 所向披靡 传闻之中 那图腾之冠 每杀一个蛮族 都会转化为蛮荒之力 最后在身体之中 凝聚成蛮荒神则 全身转化为 横河杀术一般的蛮神蒙虫 如果这些蛮神蒙虫 转化为鸿蒙之虫 每一条都喷吐传说之中的 鸿蒙元气 那就可以晋升为天君 不错 羽皇是在冲击天君之道 西皇点点头 他和气皇联手推算了羽皇 发现对方的厉害 不在他们之下 天君之道 西皇笑了 哪里有这么容易 凭借一件法宝 多杀几个人就可以晋升 那满世界都是天君了 我乃是太初之气所化 接近天地大道 但是仍旧没有领悟到天地关键 大道精髓 晋升到达天君境界 不是靠个人的能力 而是和冥冥之中的命运 息息相关了 碰 皇甫飞的身体 被方寒一拳打碎了半边 他痛苦地咆哮着 竭力挣扎 打出种种大神通 可惜都无济于事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的整个身体 被方寒一把抓了起来 他身上燃烧 方寒居然开始当场祭练他 飞二 皇甫世家的国皇皇甫国 再度惨叫着 喷出了一口黑色的鲜血 头上出现了一道道的愤怒火焰 想冲入天地斗场之中 解救皇甫飞 但是 无论他怎么靠近天地斗场 都会被一股力量反弹回来 天地斗场一旦开始 不到结束 就算是天君 也不能够进入其中 所以 皇甫世家的人 只能够干瞪眼 看着皇甫飞被炼化 有许多皇甫世家的弟子 甚至把目光注视向了羽化门这边 仇恨的种子 已经开始生根发芽 所有的高手都知道 皇甫世家和羽化门的仇恨 已经真正结下了 将来两派 就是真正不死不休的惨烈下场 有许多门派 都心中暗暗高兴 盘算着 在将来两派大火病的时候 怎么从其中占便宜 羽化门的弟子 则是暗暗警惕 孙师兄 这次风原大师兄 杀了皇甫飞 如果以后皇甫世家的人 来进攻我们羽化门怎么办 一些弟子询问孙师化 怕什么 兵来将党 水来土豚 他皇甫世家神州净土 有天军坐镇 风原师兄的后面 也有无上天军 后台比他还硬 而且 天军之间不出手的话 我们弟子对杀 风原师兄一个人 就可以杀他们一群 孙师化此时此刻 对方寒非常有信心 只要方寒还在 天帝之间 就没有羽化门干不成的事情 啊 惨啊 天帝斗场之中 指皇甫飞的身体开始爆炸 在火焰之中 炸裂成一块块的血肉 又分解成为精传的龙气 而物虚顶 也被方寒一下抓了起来 其中的王品仙气 独有的王者法则 全部都融化 进入了绝品仙气 自由之意中 刷 方寒的背后 自由之意显现出来 淡蓝色的翅膀 羽化吹动 每一片羽毛 都是一个晶体神国构成的 和他的身体一模一样 现在 这自由之意 还是绝品仙气 离王品仙气的距离 有一不知遥 不过方寒祭练了这么多天 也就只差一层膜没有捅破了 现在 他就要当场融合皇甫妃的精血 还有物虚顶的力量 把自由之意 祭练成真正的王品 他的手法精妙 祭练法宝 简直是到达了一种 炉火纯青的境界 众人看着他一道道的手法施展出来 行云流水 和天地大道的音符合二为一 有一种独特的余韵 是一种享受 就连天庭古老的皇者 最擅长祭练法宝的炼皇 对于方寒的手法 都连连点头 恨不得上去切磋一般 商量该怎么祭练法宝 呜呜呜 王品仙妃勿顶发出哀鸣 逐渐融化 然后被抹掉了许多意识 彻底融入了自由之意中 而皇甫妃的全身精气法则 也都一丝不漏地吸入 风云 我下辈子都不会和你善罢甘休 皇甫妃最后发出了怒吼 哪里有什么下辈子 我斩断你一切宿命 从此之后 天地之中就没有了你 再也没有五霸皇甫妃这个人 方寒最后一掌 甚至是皇甫彼岸老祖宗遗留下来的那道福精华 也都全部融入了自由之意中 自由之意吸收了这么多的元气精华 大道法则 王者之气终于开始蜕变 两片羽翼散发了出去 一片片的飞舞之间 天地之间弥漫着一股自由的气息 再也没有任何束缚 可以把方寒困锁住 他此时此刻得到了真正的大自在 大自由 天结从自由之意的上面凝聚成形 降落下来 一道道的天波 雷霆道徒 全部降落下来 不过却被方寒轻而易举就化解 龙烈的王者之气 从自由之意上面传达出来 这件法宝 终于变化 成为了王品 好好好 多亏了皇甫彼岸那位算计我的老祖宗那一道福 否则我的自由之意 没有这么快凝聚成王品 自由之意 虽然比不上八部福图 需要十大王者血迹 但是需要的法则 也绝对不是一尊皇者 和一件王品仙器 就能够晋升得了的 但是皇甫彼岸的那道福却不同 其中蕴含了圣品仙器的元气 意志 还有无上法宝文理 在其中 一道福的真正力量 比起王品仙器都要强大得多 这道福本来是用来算计方寒的 却被方寒躲了过去 反而成为了补品 皇甫世家的老祖宗 皇甫彼岸是圣品仙器 相当于天君级别的存在 福被方寒炼化 汲取推算了其中的精华 甚至让方寒得到了一丝圣品仙器的法门 用于锻造王品仙器 那简直是大才小用 终于成了 这下恐怕就算是那天君之下第一人的锡黄 来杀我 恐怕都不是那么容易了 方寒感觉到 周身汹涌澎湃的力量 自由之力 心情舒畅 一遍一遍地推算着 那自由之意越来越圆满 扶摇直上九中天 方寒知道 自由之意一炼制成王品仙器 自己逃命的能力就大大增强 除了天君之外 这个世界上 能够杀死自己的少之又少 皇甫妃的气息彻底消失 赫赫有名的盖世雄才 就这样消失在人间 彻底灭亡 皇甫妃死了 彻底灭亡 再也没有一丝生机 可惜啊 可惜 五霸这样修炼下去 只要不死 总有一天 会成就天地同寿的强者 是啊 一尊天地同寿的强者 才是门派的根基 因为永远不会老死 而皇者都会老死 寿命损耗完之后 游进登库就作画了 多出一尊天地同寿的皇者 对于门派的意义重大 而且传闻皇甫妃有天君之姿 就这样陨落 实在是可惜 一个天才的陨落 看来这风源这次是 肯定夺冠了 一旦夺冠 得到王品仙器辉煌之刃 那圣品仙丹朱天君王丹 也被他得到 再进入天脉中修行 进入书界之中参悟 立刻突飞猛进 不知道会精进到什么程度 夺冠 那也未必 风源虽然瞩目 但同样瞩目的人 也不在少数 有几个不险山露水的人 你看到过没有 我怀疑 他们是天君转世 天君转世 经过你这么一提醒 我看出来了 这次比赛之中 的确是有那么几个高手 每次都是轻描淡写的战胜对手 没有什么大的波澜 但这正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拭目以待吧 这次这个风源的敌人很多 他能不能够走到最后 还说不一定吗 第1325章 小石皇之死 上 这一轮 完胜 击杀对手黄斧飞 天庭扶罩赏赐如下 黄斧飞的所有生命气息一下消失 一个威严的声音就响彻起来 在天地斗场这片独特的空间之中 一道天庭扶罩的风上 缓缓降临下来 方寒一听 就知道是天庭对于每一次战斗的赏赐 这也习惯了 也不等那苍老的声音说完 大手一抓 直接从天地斗场中出来 回到门派的驻扎之地 然后对门派弟子进行疗伤 此时 天庭的天才战已经进行到了中期 经过前面数轮的血腥淘汰 许多修为不高的弟子 纷纷弃权 可被杀死 有的重伤 与化门的一些圣子 也选择了不上阵 损伤很小 这都是方寒推算的结果 现在战斗 一些金仙早就被淘汰出局 而祖先 原先级别的弟子 也基本上选择了退币三圣 剩下的 都是金华中的金华 一些半圣强者 还有圣人弟子 方寒目光一扫射 自己熟悉的几个人 小府黄轩原破 小与黄下之秋 这些人还没有被淘汰 继续战斗着 这两大高手 也不知道得到了谁的灌顶 居然也修炼到达圣人的境界 而且一路连圣 得到了天庭不少赏赐的好东西 大师兄 恭喜你斩杀五霸皇甫妃 扬名立万 不做皇甫世家的人 对我们是恨之入骨 一尊羽化门圣子走了上来 恭维道 所有的圣子 也接二连三地赞美 大拍马屁 师兄 你又炼制成了一件王品仙器 自由之一大成 我看这下谁能够和你比速度 师兄 接下来的战斗越来越艰难 恐怕我们羽化门的弟子 不会再出场了 得不到天庭的奖励 可惜 我们要是能够有大师兄一半的实力 就足可以横扫全场了 妄想吧 你 大师兄何等身无 有一半的实力 你成为绝世皇者之仙了 大师兄 这次天庭的奖励是什么 能够给我们看看吗 一个女圣子 细声细气地道 哦 方寒微微一动 刚才的奖励 还没有清算 于是大手一挥 光芒璀璨 灵脉沉浮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哗啦 众人看清楚之后 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天庭的奖励 足足有大大小200多件 绝品仙气法宝 其中有辅 轮 己 哥 毛 旗 翻 弹 顶 如 各式各样的宝贝 每一件都散发出强横的宝光 而且在上面 还有天庭锻造大师 独特的符文和印记 除此之外 丹药也足足有上万枚 都是育育出了一丝 神圣之力的王品仙丹 普通的高手只要吞服下去 立刻就可以提升寿命和功力 甚至可以在冲击境界的时候使用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一条灵脉元器 好像上仓一般 压迫住所有的法宝 在这道灵脉元器之中 不灭天幅在不停地降落下来 闪烁着 这是一道天脉元器 珍贵无比 如果拿去到外面拍卖 恐怕会遭到无数高手的疯抢 这一道天脉元器 相当于上千条王阶灵脉的总和 而且 其中独有的天异服大道 根本不是王阶灵脉 甚至圣阶灵脉 能够比拟得了的 除了这道天脉元器之外 其余的法宝 丹药 大家都分了吧 方寒手一震 这些法宝丹药 就平均地分配 进入了每一个弟子身体之中 而且分配得十分合理 针对每一个弟子修行的特点 都得到了相应的丹药和法宝 这是他直接推算出来的 现在 他的整个人 就好像是天禅佛皇所说的 神秘科技文明的光芒 每一个刹那 都可以推算亿万兆次 恐怖的吓人 每一个圣子 得到法宝和丹药之后 都是对方寒心中充满了佩服 现在的方寒 在他们的心目中 就是战无不胜 无所不能的大能 师兄 那小侍皇就宋腾飞 也修为精进 现在正在对战一个神秘高手 难分难解 你战胜他不知道有没有把握 千万不要被他临死时候的反击给伤到了 就在羽化门高手皆大欢喜的时候 孙世话开口了 是以方寒看天地斗场之中的战斗 这个时候 天地斗场之中的一些战斗 还在继续 一些高手打得难分难解 越到最后 战斗的时间就越长 方寒就看到 其中有自己熟悉的小侍皇宋腾飞 太一门的绝世强者没有被自己杀死 现在卷土重来 彻底融合了风神石碑 到达圣人绝顶 只差一步就可以突破 成为皇者的境界 当然 还有一个木野世家的强者 治全木野真 一双眼睛闪烁出了神威浩瀚的铜树 每一次眼睛睁开 天地就无比明亮 闭上眼睛 天地就似乎黑暗下来一般 每一只眼球 都有三千对赋眼 恐怖却又带着玄妙 这是 孙世话震惊起来 万眼之王 重华之童 这是木野世家之中 童皇天生的神体 怎么生在了他的身上 难道童皇舍弃神体 把眼球给了他 那这就恐怖了 重华之童 方寒看了过去 果然发现 那治全木野真的这一对瞳孔 非常奇特 每一次睁眼 自己的前面就会出现 一道道的时空迷宫 一片浩瀚星空 千万轮日月在其中沉浮不定 他的对手 也是一尊无上圣人 是一位天庭神域执法弟子的首脑 连连怒吼 但是 在这一双眼神制造的时空迷宫之下 居然无法接近 所有的道数 都攻击不到治全木野真的身上 木野真轻描淡写 谁都知道 他取胜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 小石皇宋腾飞和人的战斗 却处于了胶着状态 按照道理 以小石皇的实力 还要超过木野真 但是 他却和对手在死命的纠缠 他的对手 是一个从来不知名的人物 模样年轻 大约在二十多岁之间 相貌平凡 脸上也没有什么神采 不过嘴角总是挂着一丝淡淡的笑容 无论是处于什么危险的境地 那种笑容始终不变 让人有一种云淡风轻 闲停信步的感觉 凭借直觉 方寒就知道 这个人是一个绝顶高手 起码不若于小石皇宋腾飞 方寒的双目击射了过去 盯在这个模样年轻的人身上 企图运算他的一切种种 过去现在未来 修行的倒数 具体的实力 师兄 这个人叫做君苍生 是永恒天君麾下的一位天才 没有什么名气 就是默默地修行 但是这次却突然爆发 连斩了几位好手 现在居然和小石皇宋腾飞 都能够打得难减难分 可见 他的实力 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境界 孙世话神色凝重 再厉害 也恐怕不是小石皇的对手吧 那小石皇是封神石碑转世 相当于审判之枪的王品仙器 比天地同寿的皇者都要厉害 你看 那君苍生 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人一剑 就把小石皇的石器 石兵 石雷 石土给划开 恐怕还有另外的手段 没有施展出来 那小石皇也有厉害的手段 没有施展 不但是羽化门弟子 就算是另外千千万万 无上大教的人物 也都观看这一场 至关重要的战斗 可以说小石皇的名头 丝毫不在方寒之下 在以前甚至远远超越了方寒 所有的人都知道 小石皇自从血色试炼中吃亏之后 回到门派 勤修苦练 得到了诸多皇者高手的指点 灌顶 终于把风神石碑彻底融合 消化在身体内部 成就圣人 举手投足 实力更是普通圣人的千百倍 堪比至先皇者 所以这次战斗 人人都认为 他是方寒的劲敌 报仇血恨 谁知道 却被半路杀出的一个 不知名黑马阻拦住 让许多人都大跌眼镜 同时各方势力 都对那个叫做 军苍生的黑马刮目相看 纷纷推测 是什么来路 永恒天君 虽然善于收罗天才 但是默默无闻的天才 不可能和小石皇 这种人物比较 啊 就在方寒推算之间 另外一座斗场之中 传递出来惨叫 是治全木野真 和一位天庭神域 执法弟子之间的争斗结束了 那木野真在最后关头 猛招迭出 一招一招如猛虎下山 苍龙出海 最后一招 居然打出了 裁决七世的无人永生 一拳之间 那个神域执法弟子 四分五裂 所有的法力神通 全部被他吸收 封印在法宝之中 等待回去慢慢练化 与此同时 天庭也赏赐下来了 丰厚的奖励 木野真回来 一些天庭神域执法弟子 也对他射出了仇恨的目光 不过他背后有战王天君 也丝毫不怕 他回到了座位上 目光也盯向了场中 就看见小石皇 和没有丝毫名气的 君仓生杀的难解难分 不由的脸上 也显现出了惊讶的表情 小石皇的厉害 他深深知道 现在一匹无名黑马杀出来 居然能够和小石皇媲美 实在是不可思议 看 小石皇终于等不及了 要施展出旷世绝学 不错 他下定决心 一举轰杀对手 不再浪费时间了 众人突然紧张了起来 原来场中那小石皇 突然一声长笑 全身石气勃发 无数道徒 天庭十万大洲的石图 甚至还有石头塑造成的天庭 烈日 十月亮都显现了出来 石化混沌 封神天地 第1326章 小石皇之死 下 好一个小石皇 比起当日和我交手起来 简直强横了不知道多少 这一招天界十万大洲的石图 更加圆满了 方寒看到小石皇宋腾飞 施展出来石化混沌 封神天下的一击 暗暗点头 但是脸色突然一变 因为他 居然无法推算出 那个叫做君苍生年轻人的命格来 这一惊 可是非同小可 他继承了轮回到人的一部分道横 可谓是算尽世间一切事情 无意一落 现在居然推算不到一个人的命格 那个人是何等的存在 嗯 我知道了 此人的命格 被一种先天进法蒙蔽了 我不是推算不到 而是力量不够 必须要静坐闭关 一心一意 运用轮回之道 推算很长时间 才能够明光透彻 洞悉奥秘 方寒再次推算之间 发现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寻找 不过需要消耗的 元气太大 这种推算 恐怕要一条条的王杰林脉燃烧 花钱如流水 不值得 反正接下来 这个君苍生肯定会被逼迫 显现出自己的真实实力来 到时候是什么身份 一目了然 君苍生 我不管你是什么来历 阻拦在我的面前 必死无疑 谁阻挡我这次夺冠 我就斩谁 一声怒吼 小石皇宋腾飞抱身而起 手中就多出了一口石剑 君临天下 对着石途的镇压进行批杀 有斩猎苍穹 劈开大地之势 突然 那个黑马军苍生的身体 一下挺立了 脸上淡淡的笑容 转化为了冷笑 身上散发出一股高高在上 天之君王的气息 衣服烈烈作响 一股波纹散发了出去 天波 居然是天波 只有天结才能够产生的天波 居然出现了 那些石器 石途接近了天波 被震得纷纷碎裂 根本无法靠近君丧生的身体 小石皇 真是不知死活 我有意饶你一条生路 希望你知难而退 但是你体会不了我的一片苦心 没有办法 我只能够把你斩杀 让你在永恒的死亡之中 慢慢忏悔吧 哇 这君丧生的年轻人 形状突然一变 高大丰满起来 竟然有一种冲破苍穹之势 而且他的法力 一节节地不停向上提升 似乎是打开了体内某种封印 开始的时候 他和小石皇战斗 修为也就是圣人巅峰 接近半皇的境界 但是这一刹那 却直接突破了皇者的境界 甚至到达了天地同寿的境界 还在往上升 刹那之间 他的法力 居然和一些远古的老古董相差不多了 而且 他的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 令得一些老古董都心生忌惮 这不是人的气息 也不是仙的气息 而是超脱了一切 超脱了混沌纪元 天地大破灭束缚的气息 简单来说 这就是天军的气息 天军转世 一个天庭远古皇者挂皇 突然之间狂吼起来 没有错 他是真正的天军转世 只有天军转世 才能够有这样的气息 虚皇也惊骇道 我居然没有发现此人 现在才真正地显露出了真实实力 天军转世 不会是假的吧 怎么可能 是哪一位天军转世 这个世界上 号称天军转世的人多了 但都是假的 比如暗皇府的项一珍 号称是夜帝天军转世 其实根本不是那样 而是夜帝天军的一门神通转世而已 这军苍生 是真正的天军转世 绝对不是什么神通转世 你看他身上的气息 简直超越了天庭一些老古董 天庭的诸多皇者 连西皇都似乎震惊了 这军苍生 是永恒天军收罗的天才 不愧是永恒天军 居然能够寻找到天军转世 成千上万的无上大教高手 都站立起来 看着关键的战斗 太义门的许多皇者 刷的一下 脸色都变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小石皇宋腾飞 居然遇到一位天军转世的存在 天军转世 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无人能比 任何天才都有修行的障碍 但是天军转世没有 只要一步步的修行 积蓄力量 他们修行的速度 比谁都要快 而且在逐渐的 元灵记忆苏醒之中 天军潜意识的种种能力 都会被开发出来 不但是从境界无敌 而且完完全全 可以超越境界 进行挑战 比如再胜人的时候 就可以击杀天地同寿的皇者 这是天军转世的能力 也是他的权利 因为他们上辈子是天军 不过天军转世 十分稀少 到至今为止 方寒也就遇到了一个 那就是 殿母天军方清雪 还有一个华天都 也不知道是不是 华天军的转世之身 想不到 现在在这里 又遇到了一个 他已经相信 这个君仓生 真的是天军转世了 因为推算不到 对方的命格 也只有天军转世 才能够蒙蔽他的推算 这下 小石皇危险了 方寒也猛地一下站立起来 看着天地斗场之中的交手 吃了 君仓生一展现出来 无上天军的气息 那小石皇就立刻后退 收缩力量 表现得十分激紧 但是却迟了 他的对手是天军转世 绝对不是一般的天才 皇者可以比拟 君仓生面对 收缩力量的小石皇 也没有什么动作 就是简简单单的一箭披下 见识之下 形成了一个漩涡 漩涡之中出现了大地 天空 海洋 星辰 万界 一箭灭万法 一箭斩虚无 一道道的石器被剖开 小石皇身上 一箭实质的铠甲 也切破了 风神石碑出现 被一箭斩成两半 小石皇一声惨叫 从中间被劈开 整个人分裂成了两块 惨叫连连 但是却根本合拢不到一起 风神石碑啊 风神石碑 今天你是难逃结束了 死在我的剑下 也算是大圆满了 黄泉路上不寂寞 好走 你的精气神法则 我正可以去凝练一箭法宝 君苍生一步踏出 有气吞路河的气势 再次一箭动了 风云骤起 龙虎显现 一举一动 都有不灭的天君威严 天地不再束缚他 宇宙也不再管辖他 刷 又是一箭 小石皇就发出了一声音 凄厉的惨叫 众人都看见了 在这君苍生的箭上 出现了一道亡魂 居然是小石皇宋腾飞的魂魄 被君苍生一箭生生地挑了出来 惨烈 前所未有的惨烈 仅仅是两箭 爆发的君苍生 就把小石皇宋腾飞斩杀 魂魄都挑在了箭上 在箭上面 小石皇宋腾飞的王魂 不断哀嚎 求饶 但却都感化不了君苍生 这位神秘的天君转世强者 曾经叱咤风云 赫赫威名的小石皇 现在却遇到了更强者 仅仅是两箭 两箭就斩杀了 可见这天君转世的君苍生 所向无敌 手段之灵力 不要 场外 突然传递进来了一个灵力的声音 是太乙门的宗主 修炼到达天地同寿的绝顶人物 灾皇 君苍生 你放过宋腾飞一命 我太乙门必有后报 结个善缘 将来相互照顾 竟然是出言求情了 也是 作为小石皇宋腾飞这种绝顶人物 在哪一个无上大脚 哪怕是在天庭中 都是难得的天才 死去太为可惜 迟了 君苍生丝毫不听灾皇的话 微微一笑 死就死了 也没有什么 一个王品仙器转世而已 有什么值得可惜的 在太古时代 这样的人物一抓一大把 说话之间 他的剑势一阵 嗡 小石皇宋腾飞的亡魂 在剑气之中 直接蒸发 只在虚空中 遗留下来了惨叫的声音 所有人都看得头皮发麻 这君苍生的手段 非常残酷严厉 而且现在无敌的形象 瞬间就凸显出来了 世间无敌 雄霸宇宙 太乙门的灾皇看见这一切 知道事情不可挽回 眼神闪烁出了仇恨的目光 一言不发地坐下去 而君苍生却丝毫不顾 大手一抓 一股无敌的力量席卷而出 那小石皇宋腾飞的尸骸 在他手掌上凝练着 慢慢地化为了一座古朴 精致的石碑 这石碑就七寸高下 一个巴掌大小 落入君苍生的掌中 一动不动 似乎沉浮了一般 宝贝是宝贝 可惜不可能修炼到达圣品仙器 当的小玩意儿也好 君苍生手一收 缩小的风神石碑 就收入了袖子之中 不见踪影 随后 天庭的赏赐 也随着他的战胜掉落下来 被他大袖一卷 全部容纳 这匹真正的黑马 又恢复了先前 那个不险山露水的模样 走出天地斗场 气息平凡 好像一个隐藏的王者 但是现在所有人 看他的目光已经不同了 就连同样永恒天君 收罗的一些天才 都拿惊讶的眼光看着他 有一些很是畏惧 太一门居然也没有 上来找他的麻烦 天君转世 全身都颤抖起来 原来以为那该死的风源 会夺取冠军 现在看来 他肯定要被这军苍生斩杀 升皇 他到底 是哪一位天君转世 等他夺取了冠军 我就暗中设计 一定要把他围困住 炼化 吸入自己的身体 这样 我就有可能修炼到达天君了 第1327章 最后高手 宁皇 你若是还这样的性子不改 就不要怪我这个做哥哥的 把你永远囚禁起来 升皇听见了宁皇的传音 这人你不能够得罪 如果他就是天君转世 没有什么后台 那还罢了 我们冒险 可以把他抓捕 然后秘密炼化 对我们的避意极大 但是 他乃是永恒天君 收罗来的天才之一 背后 有永恒天君的庇护 你想找死吗 哼 宁皇不说话了 你下面就睁大眼睛 好好看看 这君苍生以后 和风源的龙争虎斗 你难道不想看见 那君苍生把风源斩杀 升皇微笑着 对 一定要看 最好是两败俱伤 可惜 我不能去参加这天才战 否则占个大便宜 宁皇内心深处疯狂的吼叫 连连催动自身法力 西皇 这君苍生在前面的鄙视之中 一直都是险胜 从来不险山露水 连我都没有看出来他 居然是天君转世 不过我到现在 也没有看出来 此人到底是 上古哪位天君的转世 卦皇推散了半天 没有结果 我也不知道 上古天君有一些 也许此人是 前一个纪元的天君 陨落了 但是一丝灵魂烙印还在 投入这一世的轮回之中 重新来过 也说不一定 西皇摇摇头 他也无法推算出来 每一个天君都是神秘的存在 根本不可能让皇者 推算出来他们的秘密 在这历史的长河之中 许多混沌纪元 之中诞生的天君 许许多多 大多数都陨落在命运长河之中 比如上一个巫道之文明 还有上个瘦道文明 上上个如道文明 这些一次又一次的天地大破灭 灭亡了不知道无数的天君 追溯源头 恐怕只有造化先王 神族的十祖圣王 这些活了十个以上 混沌纪元的人物 才会知道得清清楚楚 所以 在场的人都猜测不出来 那君苍生 到底是什么天君转世 师兄 那君苍生出来了 实在是太厉害 虚目云等羽化门的圣子 本来以为方寒夺冠是肯定的 但是现在凭空杀出来了一匹黑马 天君转世的君苍生 两剑就斩杀了小石皇宋腾飞 这一下 他们心都提了起来 想一想 方寒接下来很有可能遇到这种恐怖敌人 不由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 师兄 这君苍生深不可测 如果下一轮你遇到了他 可以选择弃权 反正天君转世 根本不是人力所能够抗衡 也不会损伤我们羽化门的威严 孙世华郑重其事的道 风师兄 你现在是我们羽化门的支柱 万万不能够出事 隐远一下 等待以后修成大道 还有很多机会 无妨 方寒白白手 脸上闪烁出了一丝笑容 这样强横的对手 正是我磨练武学的最好试经时 如果连一尊天君转世都害怕的话 那心中就会种植下永恒的阴影 对于将来冲击天君之道 有巨大的阻碍 甚至永远也无法到达天君 这次的冠军 我肯定要得到手 那圣品先丹 王品先弃 进入天脉之中修行的机会 必须要争取 是我晋升到达皇者的必须条件 否则单单凭借羽化门的一条圣接灵脉 我恐怕无法晋升为皇者 师兄这样有把握 那我们祝你君灵天下 一个弟子立刻道 他们对方寒 产生了一种盲目的崇拜心理 这一轮的战斗 持续了很久 一些高手之间纠缠着 战斗很是惨烈 许多天才血染斗场 方寒一扫之间 各个门派还生下来的高手 都几乎是寄入了心中 有一些隐藏很深的强者 也被他一一推算了出来 刹那之间 他有一种近在掌握的趋势 啊 最后一声惨叫 是一名玄冥神宗的无上大教 修炼到达了圣人境界的弟子 被一尊天庭神域执法弟子的领袖斩杀 这一轮的战斗 就彻底告终 那天庭神域执法弟子领袖 是一个脸庞刀削腐凿 神情刚毅的弟子 两手空空 眼神冷漠 似乎世间一切事情 都和他无关一般 那玄冥神宗也是无上大教 被斩杀的那个弟子 叫做小铁皇 乃是上古陨落的铁皇转世 却被这个神域执法弟子领袖 不耗费一点代价就斩杀 可见这个人的厉害 乖乖 小铁皇也陨落了 看来到达最后关头 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真实的实力 这斩杀小铁皇的 乃是玄业 天庭神域的执法弟子最高领袖之一 传闻之中 他和人交手 从来不施展出一半以上的法力 他的另外一半法力 自己封印了 就是为了挑战极限 此人是个怪胎 不是任何天君皇者转世 传闻之中 是从下界世俗之中飞升上来的 从下界飞升上来的 下界传闻之中 简直是一个垃圾之地 连纯阳之气都没有 更别说是原始之气了 那等灵气缺乏的地方 我下去之后 都恐怕直接会窒息而死 不过能够在那种灵气匮乏的地方 修炼到达飞升的境界 那可了不得 这玄业传闻之中 是雷帝天君最看重的一位弟子 接下来 龙争虎斗 好看了 整个天地斗场之外 天才战呈现了一种白热化 越来越激烈 高手辈出 纷纷施展出了自己的通天手段 下面的战斗会更加精彩了 这一轮的战斗 明经收兵 各自休息 数个时辰之后 天界的大日又升腾起来 新的一天来到 天界一片光明 战鼓又响彻起来 一轮战斗再次开始 这轮战开始 闪烁起来的光滑就少了许多 大批大批的圣子被淘汰 有一些圣子也开始弃权 就连小府皇 小羽皇这等高手 也不准备上阵 因为现在遗留下来的 全部都是恐怖人物 天才战进行到这个时候 完全是真正的天才在较量 每一个能够走到这里的人 都是血腥厮杀之中 检验出来的盖世萧雄 所有羽化门 圣子听令 接下来的战斗 你们就不用参加了 到此为止 方寒推算了一下 下达命令 是 各大弟子也心中凛然 知道再站下去 铁定一个死字 方寒的座位上 也显现出来了符文 这一轮的对手 木野家族 智权 木野真 木野兄 别来无恙 方寒进入天地斗场之中 木野真 尤其是盯着 看他的一对崇华之童 想不到 风元兄居然成长到了如此地步 真是可喜可贺 不过我如今也修成了一门绝学 今天就和风元兄切磋切磋如何 而且 我还要和风元兄打个赌 如果我赢了 还希望风元兄把天禅佛皇宝库之中的尸身 让给我如何 木野真信心满满地道 那如果你输了呢 方寒反问道 我输了的话 就把双眼挖给你 你看到了 我这双眼 乃是天生神体 万童之王 崇华之童 如何 治全木野真道 唉 何苦这样呢 方寒叹息一声 摇摇头 既然如此 我就让木野兄死心吧 说话之间 他动手了 一步踏出 就逼近了木野真 仲华之童 木野真大吼一声 双眼之中 立刻射出了重重时空隧道 扭曲的立场 一座座的星域也凭空显现 方寒顿时和对方的距离 相隔了无数个银河 根本触摸不到边际 这就是仲华之童的威力 万童之王的扭曲时空之能力 刷 方寒一手抓了过去 但是木野真双眼一闪 居然从他的眼睛之中 复制出了和方寒一模一样的大手 对拼过来 把方寒的手掌震散 没有用的 风原兄 我的仲华之童 经过刚才几轮战斗 又领悟到了新的境界 能够复制一切倒数 一切形体 甚至一切法宝 不过需要天麦元气 但是我刚刚又得到了不少天麦元气 所以 你的一切攻击 对于我来说 都是徒劳 木野真的声音 从扭曲的时空隧道之中传递而来 方寒一眼望了过去 就隐隐约约地看见 那时空隧道深处 一双眼神之中 在不停地复制 随后居然复制出了 自己和八不浮屠的形体来 这一刹那 他似乎就处于了绝对的下风 何苦呢 方寒再次叹息了一声 突然之间张开嘴 大吼一声 巴那玛咪耍宝世间 自在王佛符上记载的六字真言 吼了出来 嗡 所有的时间隧道 全部都破灭 所有复制的倒数 全部都狂风扫落叶一般 一个接着一个地爆炸 啊 木野真发出了一声惨叫 双眼流血 身体仓皇而退 方寒脚步动也不备 背后一对自由之意就开始闪动 空间完全被操纵 木野真的后退变化成了前进 居然自动地撞击 向了方寒 方寒大手一伸 就把木野真给捏住 提在半空中 木野凶 如何 我说过 你不是我的对手 我斩杀了皇甫妃 吞了雾虚顶 还有她的身体 更有皇甫彼岸的福 修行已经晋升到达不可测量的境界 别说你 就算是给你崇华之童的同皇 前来亲自施展 也是这样一个下场 第1328章 君仓声 仅仅是一声大吼 方寒就彻底破灭了万童之王崇华之童 使得木野真落败 被他一把提了起来 生死完全被人掌控 疯 疯凶 木野真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 声音颤抖 你不会杀了我吧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仇怨 我也从来没有利用过你 杀你 那不必 而且 你事先和我的赌约 我也不会要你的 仲华之童 我也能够模拟推算得出来 你就仔细地看着吧 一股补天金物的真气 直接冲入了受伤的木野真身体之中 噼里啪啦 木野真的身体快速恢复着 眼睛也恢复了光明 他睁开眼睛 就惊奇地发现 方寒的双眼也产生了变化 一支支的副眼 出现在瞳孔之中 密密麻麻也有三千对 复制着一切 同时扭曲着时空 制造了天空 大地 海洋 日月 星辰 在扭曲的时空之中 一个和他同样的木野真 走了出来 居然也是重华之童 这是方寒复制的他 噢噢 这个被复制出来的木野真 突然一拳 居然打出了裁决七世 对木野真进行攻击 木野真大吃一惊 身体向后飞了出去 一掌打出真气 和复制出来的木野真对拼 他要检验检验 到底是不是真的威力 但是双掌一碰撞 他全身真气沸腾 一下爆炸开来 同样 那木野真也一下爆炸了 居然是真的 真有重华之童的威力 爆炸的他尖叫着 不一会儿恢复了形体 用一种看鬼一般恐惧的眼神 看着方寒 方寒微笑 木野兄 认输吧 下擂台 我不难为你 木野真脸上一阵红 一阵白 两久之后 才苦涩的道 风兄 你是盖世雄才 一旦霸主 我不得不承认 皇甫妃死在你的手里 的确是值得 多谢你手下留情 我木野真感激不尽 从此之后 只要风兄能够有用得着 我木野真的地方 一个呼唤 上刀山 下火海 在所不辞 智权不愧是智权 瞬间就向方寒表态了 他知道 以方寒的修为 根本用不上他 现在来示好 将来依靠大树 去吧 方寒微笑 也不表态 挥挥手 木野真一拱手 直接认输 那天地斗场的符文 接到了他认输的声音 随后又征求了方寒的意见 这才缓缓地打开了一条通道 使得他飞了出去 在天地斗场之中 一般的争斗 是不死不休 就算是一方认输 也不能够退出 除非是 争得对手的同意 因为在战斗的前一刻 有了弃权的权利 在战斗中 就没有那个权利了 木野真一回到木野世家中 立刻之间 那木野世家天地同寿的 皇者同皇 就高声说话了 风源小友 多谢你大恩大德 从此之后 你就是我木野世家的朋友 我会回去 禀报老祖宗 有时间 邀请你去我木野世家 见一见我们老祖 这就是明显示好了 木野家的老祖宗 战王天君木野荒 也是绝代天君 一个拥有天君的家族 向方寒示好 就代表着他的声威 开始隆重了 方寒一面把天庭 这一次战斗的赏赐 收入囊中 一面昂声道 多谢木野家族赏光 等我拿到这次 天才战的冠军 修为大镜 也就有了资格 觐见战王天君老祖 到时候必定前来拜访 这次天庭的赏赐 更为丰厚 居然是三百多件 绝品仙气的 斩仙飞刀组成的刀阵 同时还有数十条 圣接灵脉元气 组成的灵蛇 这些元气 相当于万分之一的一条 完整圣接灵脉 一条圣接灵脉 乃是门派根基 就算是羽化门 也只有这样一条 现在天庭一下奖励 就是万分之一的元气 不可谓不雄厚 不过方寒更希望 得到天脉元气 上一次的奖励 是天脉元气 就是太少了一点 远远不够他所用 一面清点灵脉 他心中一面盘算 从木野真身上 得到的重华之铜秘密 以他现在的道行 还有对于 自身元气的操纵变化 居然可以把仲华之铜 完全推算模拟出来 不过仲华之铜 号称万童之王 能力远远不止这么一点点 他还没有参悟透 So 他回到门派驻扎之地 把获得的法宝 灵脉元气 全部都分给了麾下弟子 自己端坐观察场地之中的战斗 这个时候 这次天才战的高手 渐渐分明 最为厉害的 基本上四个人 第一就是君苍生 第二是方寒 第三是一个身穿白衣的杀戮之子 叫做李清廉 第四个是天庭神域执法弟子玄业 现在方寒第一个结束战斗 剩下的三人 却都在和对手纠缠 啊 一声惨叫 是君苍生首先解决了对手 简简单单的一箭薄发 刺穿对手的喉咙 夺取掉对手的所有生计 他的对手 同样是永恒天军麾下的一位天才 可惜遇到了天军转世的君苍生 也没有什么大杀招 就是一箭封猴 这一箭 看得方寒瞳孔紧缩 他觉得 这君苍生 真是自己的最大对手 因为他的每一场战斗 都是平平淡淡 根本没有施展什么大杀招 就是简简单单的一箭 劈 刺 挑 撩 这些动作 带动天地规则 这样 才显现出他的可怕 已经到达了任何招式 都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步 斩杀对手之后 君苍生得到天庭赏赐 大踏步走了出来 眼神出乎意料地 深深看了方寒一眼 脸上显现出微笑 方寒一动不动 好像神像 在推算着这君苍生的每一场战斗 紧接着 那杀戮之子李清廉 和天庭神域执法弟子的最高领袖玄夜 也结束了战斗 他们干净利落 自身没有收到一点伤害 我若是没有炼制成八步浮屠 恐怕根本不是这君苍生 李清廉 玄夜的对手 看来 我真是小视了天下英雄 这三人的实力 几乎都可以和一代门派的无上教主媲美 和天帝同寿的皇者抗衡 真正的是 绝世天才 方寒看了出来 无论是君苍生 还是李清廉 玄夜和自己一样 都是圣人的境界 但却能够抗衡无上教主 这种越级挑战的能力 本身就是一种惊世骇俗的行为了 当然自己也一样 看来 这次天庭的冠军争夺明朗了 以羽化门的圣子风源 君苍生 李清廉 玄夜四人为争夺点了 其他的天才 都是陪衬 观看战斗的诸多皇者道 卦皇 不如你算上一算 看看这四人之中 谁会夺冠 咱们赌上一赌如何 一个远古皇者 对擅长算卦的卦皇道 算不准 其中那风源的命运 被无上天君蒙蔽过 也不知道是不是多宝天驹座的 卦皇摇摇头 那君苍生 更是不用多说 为神秘天君转世 根本算计不到 而那杀戮之子李清廉 还有玄夜 也被人蒙蔽了天机 不如问问西皇 看一看他们四人之中 谁会夺冠 西皇也看着四人 眼神沉静 似乎是在猜测着什么 两久之后才开口道 冠军应该会在君苍生 和风源之中产生 哦 虚皇诧异地道 君苍生是天君转世 武功修为 已经到达了 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步 成为夺冠的人选 可以肯定 但是那玄夜 李清廉也都不在风源之下 你就能够断定风源 能够战胜这两人 看看吧 也就是下一轮的事了 这次天庭天才战 就会落下帷幕 那圣品仙丹 和辉煌之刃 归谁所有 也就会真正地揭晓 西皇淡淡地道 这一轮的战斗结束 休息了大约一个时辰 各自准备 战鼓响起 最后几轮的战斗又开始了 方寒在战斗之中 又连连解决了几个杀戮之子 天庭神域执法弟子 还有永恒天君麾下的天才之后 终于差不多走到了最后 最后 整个天庭天地斗场之中 成千上万大教的圣子 都不再出现了 只剩下四个人 方寒 君仓生 玄夜 李清廉 四大高手 各自一方 这个时候 天地之中 肃静了下来 几乎所有的大教高手都知道 这次的冠军 就在四个人之中产生了 这次 伏并没有闪烁 而是天地斗场之上 响起了西皇的声音 最后两轮的战斗 胜者晋级 败者出局 羽化门风源 对天庭神域执法圣子玄夜 君仓生 对杀戮之子李清廉 刷 话音刚落 方寒就进入了天地斗场之中 静静地等待对手的到来 众目睽睽之下 天庭神域执法圣子 玄夜站了起来 一步就进入了天地斗场 和方寒面对面的站立在一起 相互对视 你就是风源 羽化门圣子 在以前默默无名 突然之间 一军突起 连连晋升 还屡屡和我天庭神域执法弟子作对 违抗天庭律法 大逆不道 玄夜一降临 冷酷的脸上 就显现出来了一丝冷笑 这样看来 你是不服我天庭神域的统治了 天庭神域的统治 大逆不道 方寒笑了 我是羽化门的人 用的是羽化门的法律和规矩 你天庭神域的规矩 想干涉我羽化门的内政 不是笑话了吗 统治 你以为你是造化先王 能够统治天下横河杀术 一般的修道门派 第1329章 最后一站 上 你多次得罪我们天庭神域 残杀神域执法弟子 已经犯下了大忌 你这是要挑衅神域的威严 若是能够跪下来谢罪 速速退出 我可以在雷帝天君面前为你斡旋 否则的话 雷帝天君已经注意到了你 将来降下雷法 你再劫难逃 玄夜语气冰冷 残杀执法弟子 你有什么证据 方寒面不改色 他是杀了很多天庭神域的执法弟子 在鬼舞圣君墓穴之中 连斩八大金仙弟子 随后又在虚家前面暗杀了图刚 炼化八步浮屠 不过这一切 都是推在了无常的身上 没有人可以寻找到证据 至于这次在天才战中 击杀了神域执法弟子 可是生死决斗 呼和规矩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职责 证据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玄夜道 是你在鬼舞圣君的墓穴之中 杀了无常和所有的神域执法弟子吧 夺取了他们的宝藏 还有鬼舞圣徒 然后又冒充无常 在虚州杀了图刚 这一切 我都能够推算得到 否则哪里有这妖巧的事情 鬼舞圣君的残徒 在你的手上 而你又从鬼舞圣君的墓穴之中 单独归来 你已经大祸临头了知道吗 雷帝天君大人不久之后 就要出关 我会把这件事情 原原本本地起饼 到时候 接受你的事 难以想象的痛苦 知道吗 玄夜的脸上 显现出来一丝笑意 笑得很阴 你知道的 未免太多了 方寒皱了皱眉头 哈哈 玄夜看见方寒这个模样 不由地笑了 果不其然 我也不能够确定这件事情 现在一炸就炸出来了 你还是嫩了一点 说完 他笑声一收 语气变得冰冷 你这狼子野心的东西 果然居心叵测 想要颠覆天庭的统治 我会把你关押起来 收入神域囚牢之中 让你永远也颠覆 你以为这么一点点的语言 就能够使得我心神不宁 方寒也笑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在炸我 我之所以承认 是因为没有任何顾忌 天庭神域也奈何不了我 我背后有天君为后台 你也看到了 雷帝天君能奈我何 否则的话 我也不会清洗羽化门的华家 让华天君的血脉全部消失了 什么 你果然清洗了华家 玄夜大吃一惊 你 你简直是胆大包天 狗胆无边 和你说了这么多 也是浪费了口水 现在你就死吧 方寒脸色一寒 杀意冲天 处处的空间都凝固住了 哼 谁杀谁还不指定 玄夜早就有准备 身躯一动 突然千万道雷光把自己笼罩 在霹雳雷霆之中 他整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彻彻底底的不见了 随后 千百门巨炮从雷光之中涌出 对着方寒进行射击轰炸 不朽古雷炮 万炮齐发 雷动九天 玄夜化为了捉摸不定的雷气 围困方寒 进行攻杀 一出手 就是雷霆万军之势 所向无敌 简直是到达了一种 风云变幻鬼神难测的极限境界 任何人看见了他的这手 对于雷霆操纵手段 都认为是已经彻底领悟通了雷帝天军的奥义 米粒之珠 也放光滑 方寒一步踏出 周身攻击上来的雷霆 纷纷地沉淀下去 化为了一条条的雷龙 进入他的身体 万物化龙 万法化龙 嘖嘖嘖嘖嘖嘖 一阵闪电响彻 所有的雷霆都被方寒一扫而空 彻底吸收 方寒当空一拳 击破天穷 波的一声 从空间中就掉落下来一个人 正是玄夜 口吐鲜血 居然被一拳就震伤 哇 他张口喷吐出一口鲜血来 眼神死死地看着方寒 你强横到达了这样的地步 这还是我的一小部分实力 方寒冷冷说话 一步一步逼破了过去 足下的音符 好像催命一般 步步夺命 我刚才施展出来的 也是一小部分实力 打开封印 失鹊之阵 刷 玄夜突然怒吼起来 全身的衣服炸裂成碎片 显现出了身体之上 一些密密麻麻的符纹 好像蛮族的图腾刺青 但是下一刻 那些符纹破裂 鲜血从其中流淌了出来 都化为火焰滚滚燃烧 一股只有黄者 才有的至尊气息 从身体内部升腾起来 下一刻 他的气势翻天覆地 足足增加了十倍都不止 啊 这是失鹊之阵 他拿来封印自己身体之中的力量 他居然修炼到达了黄者的境界 一直在封印力量 现在打开了 这玄夜深藏不露 居然早就修炼到达了黄者的境界 绝世天才 这是真正的天才啊 众人大惊失色 没有想到 玄夜居然隐藏得这么深 在这个时候 还封印了体内的力量 战斗到现在 如果一直全力打开封印战斗 那究竟凶猛到达何等程度 风云 你的辉煌 也就到此为止了 打开了封印的玄夜 全身都处于一种飞扬跋扈的状态 头发飘扬在脑后 君临天下 方寒的万物化龙爵 都被他逼得向后奔涌 根本侵蚀 不进去他的身体 可惜啊可惜 风云 本来我不想打开自己的 失血之阵封印 一直战斗到最后 但是却遇到了你 你使得我打开封印 足可以自豪了 玄夜此时 封印全部打开 已经稳稳当当地 踏入了黄者的境界 脸上显现出残酷的笑容 不过你放心 我会让你死得毫无痛苦 方寒摇摇头 看着气息节节攀升的玄夜 叹息一声 打开封印也是死 不打开也是一死 只是一直在封印力量 这个天下 没有可以隐瞒得过我的事情 也罢 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力量 轰隆 小宿命术 在方寒的全身晶体 神国之中流淌着 那天禅佛皇的身躯 苏醒了过来 不过却并没有在 方寒的身体之外显现 而是突然一下散开 化为了许许多多的 强大符文 寄居在了方寒身体之中的 每一枚晶体神国内 等于是天禅佛皇的佛身 和方寒融为一体 这是方寒参悟道术 最新领悟出来的 人佛合一的手段 佛我合一 大慈大悲 转大轮之法 佛身即我身 佛像即我像 天禅佛皇 化为福 散入晶体神国 和方寒佛我合一 立刻之间 方寒的境界节节膨胀 先是皇者至先的境界 随后砰的一下突破 到达天地同寿 至尊无上的玄妙之境界 哦 佛音响彻 四周的国度 全部都转化为了佛国 方寒此时此刻 化为了不朽之佛陀 世间自在王佛地 浮飞了起来 化为一团佛光 悬浮在脑后 六字箴言在不停地闪烁 天地之间 全部都是滚滚佛音 那些佛音化为大印 古老而威严 给我灭 方寒大手一抓 佛音完全超越了雷霆 变成天地之间唯一神音 只是一阵 就把悬叶拍落了地面 不 悬叶看着天空之中 方寒化身的不朽佛陀 怒吼连连 你怎么会有如此力量 这是天地同寿之力 死 方寒丝毫不顾他的怒吼 大手再次抓下 五指如山 就是一压 就把他生生地压住 不 我不服 我要向上天 夺来我不朽的荣耀 不灭的威严 我神欲盖世无双 举世无敌 悬叶长孝 身躯要支撑方寒的手掌 进行反击 破 方寒双眼佛光击射 背后出现了千万佛陀愤怒 而产生的冥王 手臂上面条条佛经 好像创世之龙 充满力量 一波波的狂潮爆炸就产生了 他大手再次压迫 啊 终于 悬叶忍不住了 挺立笔直的身躯 寸寸爆炸 脊椎断裂 整个人被一手死死地按在地面 血肉模糊 渐渐地成为了一团血肉烂泥 场景极其地惨烈 前所未有的恐惧 在场所有的人都看得头皮发麻 眼神呆滞 有一些修为低级的弟子 全身都起了一种鸡皮疙瘩 刚才还威风凛凛 晋升到达了皇者至仙境界的悬叶 现在却被一掌打扁在地 血肉为泥 这转变也太过巨大 悬叶 你既然晋升到达了至仙皇者的境界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我的自由之意 虽然晋升到达了王品仙气的境界 不过还有缺憾 皇者法则太少 不过你一个人物 皇者法则非常的多 远远超过别人 那我就不客气了 给我恋化了 大手死死按住悬叶 强大的佛火燃烧下来 把血肉为你的悬叶 烧得滋滋作响 惨叫之声 再次响彻起来 风源 我悬叶就算是化为厉鬼 也要锁你性命 让你万劫不复 我诅咒你 诅咒你必将堕落 必将失去光辉 你恶贯满盈 不得好死 雷帝天君大人 为我报仇啊 所有天庭神域执法长老 执法皇者 为我报仇 是杀此聊 此聊不出 我天庭神域的威严荡然无存 更别谈席卷天下了 每个人临死之前 都要废话一通 方寒佛火再次加大 惨叫之声戛然而止 悬叶彻底被抹杀 元气法则补充 进入了背后的自由之意中 一个法宝囊 则落入了方寒的手中